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第18课 咬指 在这节课当中呢 我会把咬指进行一个动作分解 从手形 方向 它的触弦角度 还有它的整个动作是怎么构成的 它的原理 我给大家进行一个分布的一个讲解 希望这一课之后 我们后几课的各种的 包括爆发的咬指 定数咬指 竖琴性咬指 它是所有咬指种类的一个基础 学好这个之后等于说 把咬指的整个的概念给打通了 因为大家谈到 中级曲目到高级曲目的时候 一个很大的难点 就在于咬指 如果咬指好的话 对你整个曲子的提升是非常大的 因为咬指 只要上了五级之后大家会发现 其实它用的是很普遍的 基本上一段里面 怎么着有几个大咬指 所以它在句子里面 经常是作为一个句尾的 长音啊 或者说影子啊 一些意境铺垫的时候 也或者是结束句的时候 肯定有一段长的咬指 所以说这个指法呢 是我们古征 目前因为我们是谭博乐 我们要连成线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指法 就是咬指 虽然说啊 连成线的可以有 点指也可以连 轮指也可以连 那其实密度最大 音量最好 最密的这个指法 反而是咬指 所以它是我们古征 连成线条的一个重要手段 好 我们现在先来说一下 嗯 咬指的手型 好 首先我们看到啊 大家先不会的时候 先看到大家好像是 好像是看到这个 食指捏住大指 那具体捏在什么地方 一定要注意 它是食指的侧面 不是正侧面 也不是指度这 带指甲这一面 它是刚好在指甲到你真指甲的这个侧面 好 注意它是这个位置 侧面偏厚的位置 好 如果我们手这样伸直 画一个坐标轴的话 它应该是一个西南方向 食指的西南面 嗯 靠在大指这 那靠多少 我们一定要注意是 啊 多一半是靠在大指的胶部上 少一半 你要靠在大指的指甲上 等于说你整个食指啊 不能只接触胶部 这个时候前面是固定不住的 还是会晃 但是你如果 全部握在前面的话 它这个音是发死的 它太紧了 捏的太紧了 它对这个就是完全就 出来的声音就是啊 不够松弛了 没有 戴不动惯性 现在是 一定要注意它是多半 捏在胶部这个位置 但是前面一少半 你还得捏住指甲的位置 所以说它是一个 啊 横跨你的胶部和一甲 触弦面 这样一个 啊 手型 用食指的西南方向的这一面啊 捏住它 不要捏太紧啊 也不要捏太松 你首先得让它 基本上进行一个固定住 自己拿手晃一晃 能够固定住 但是不要太紧 捏太紧的话 声音就会发紧 一开始我们不要太大声音 以后可能在 力量变化摇指里面 会讲到如何让它健强 它有时候会要捏紧啊 什么时候再捏紧 现在我们捏到一个 刚好的一个力度 适中就好了 接下来中指啊 靠在食指 这里 但是注意 中指的位置 一定要比食指高 你不能跟食指一样 这样子的话 你很容易 中指的支架 在摇指的时候 也会蹭到前前 会出杂音 所以中指 它虽然是靠在食指上 但是它其实 从这个 上下的位置来说 在食指上面 在这个位置 那无名指是不是要更高 无名指甚至还要 再收回来一点点 好 这样才能保证 你所有的这个动作下来 只有大指 能够接触到琴弦 才能完成这个指法 别的地方啊 这时候要让大指 必须要收 收起来 就像这个鸟飞的时候 要把脚 这个脚要收起来 一定现在只 只让大指 能够接触到 琴弦 不然的话 就会出现 把你手握成一个团 就这样子好 各种的 这个支架都能碰到 一定要注意 这几个要往上收一点 中指 无名指 要往上收一点 不能接触到琴弦 好 这样是 检查一下 我们只有大指 能够出音就好了 好 这时候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摇指 我们分为 它的动力源泉在哪里 我们摇指 我们摇指 主要分为 万摇和必摇 万摇呢 就是以万为轴心 这样的摇指 这个叫弦万摇 颗粒性比较大啊 也有的演奏家会用 习惯用这样的摇指 那呃 呃 如果现在已经 喜欢用这个 万摇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 也学一下选万摇 啊 也学一下这个必摇 接下来我们这节课 主要讲的是必摇 必摇也分两种 必摇就是 用小B作为轴心 进行摇指 啊 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一种 那必摇也分为两种 一个叫了扎庄的必摇 就是大家所谓的扎庄摇 一个叫不扎庄的必摇 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弦万摇 这个其实不叫弦万摇 它还属于必摇的一种 因为你看 我扎庄跟不扎庄 是不是只有小指的动作有变化 其他部位 都部位没有进行一个本质的改变 它还是这样一个动作 如果一口还能扎庄 一口不扎庄 它都叫必摇 一个是扎庄必摇 一个是不扎庄必摇 真正用手腕来做一个活动 手腕要活动的 这个才叫弦万摇 才叫万摇 好 从概念上分清楚之后 我们就能发现 万摇的时候 手臂的动作几乎是没有的 那么反过来 我们臂摇的时候 手腕的动作也几乎是没有的 所以注意一开始 不要强调你手腕的能动性 手腕就是一定要一开始先 规规矩矩的先不要乱动 好 先把手臂跟指尖的关系找到 手腕可能在后面我们的变化摇指里面 才会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 它起到一个控制和缓解调整 这样的一个作用 在中间 好 现在先要 手腕先保持一个正常的适中的状态 先要把我们的手臂 胳膊肘到指尖 这个地方 它的关系找到 好 说了手型 说了基本它的发力的这个部位 我们现在说一下方向 方向呢 啊 摇指也要注意 它不是前前后后 也不是左左右右 它也不是这个东北方向朝西南 平面的 它在这个东北方向朝西南的基础上 还做了带了一点上下的动作 所以说我们首先它不可能是这样子的 也不可能是横着的 好 我们大家肯定都知道它一定是一个侧的 以搜为这个圆点 它是从东北到西南 这样一个方向 好 这是平面的方向 现在我们说一下立体的方向 它还是东北的上空到西南的地下 这让大家能理解吗 就像我们地球转的时候 它其实是侧了一点点的 它这个角度是刚刚好的 所以一定要记住 这个由上到下也是它的一部分 由这个右上方到左下方 是这样一个动作 好现在我们可以对这个琴弦贯穿了 因为我们一定要注意向下的时候 也就是西南的地下 下去之后 你一定要靠在拉这根线上 等于说下来的这个方向 就是靠你的左腿这一边 这个方向 一定要靠在它后一根线上 这个依靠的动作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整个摇指过程中 你只有这一个质点 你先不说扎不扎桩的事 因为扎桩你也不可能把力量放在这儿 毕竟你是大指在摇 这个只是一个辅助而已 这节课我现在就先不说扎桩 因为很多人一直一扎桩马上就紧了 所以这节课我就跟大家讲 普通的不扎桩的必要 就这样要 这是最容易学会的 也是最放松的 好这样下来之后 必须要沉在这儿 因为我们过弦的那一下呢 它只是一个瞬间动作 它起不到一个放松的时候 放松的给你的时间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 上去 斜上方 它是不是腾空了 等于说你上去上方的这个动作是腾空的 你不能 靠在拉上 回去还靠在咪上 这样就完全就错了 方向就错了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 斜上方 所以它是不能碰到咪的 直接从SO的 斜上方 就出去了 它就这么个动作 E E E A E A 东北的上 上空 到西南的地下 这样一个方向 好 以SO我们为一个圆点 好 它是这么一个方向 好 找到方向了 好 记住我们所有一定要注意 刚刚我说的那个靠弦的动作是非常重要的 放下来 放下来之后 它要求你所有的力量都沉下来 再出去 所以摇指啊 大家有一个误区总是觉得它是一个劲 它不可能是一个劲 不是特别有的人这样练 没用的 这样练 你练的以后是摇不快的 它只能干它干它这样单独来 所以一定要注意 它不是一来一回算一下 我们最终在谱子上写的话 把它 现在是一个摇指符号 你把它分解开来 变成4646 连续的46 它这个P纸啊 拖纸P纸 它都是算一个音的 等于说它是一个音 它是另一个音 它虽然这两个动作好像看似有关系 但其实它是两个音 完全不一样的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 就把这个P纸和拖纸断绝关系 你就不要想着它能借助多少力量 它借助不了 你下来是放松了 你再出去 你用那一点点余热 它是不能达到音量相等的 等于说你可能可以借助一点 但是你还是得自己发力 就是P纸下来之后 还剩点劲 你把它打回去 打回去 你借助它的力量之外 你自己还要重新发力 所以我们大概就暂且认为它 完全单独发力 不要想着惯性的事 重新发力 再来 它们两个是毫无关系的 摇指的动作其实就是A点到B点来回走 两点一线不停的走 你这个动作 这个直线走的越好 你的速度就越快 摇指切记 你只要发现它的最近的距离 A点到B点最近的距离之后 你就走直线就可以了 如果一旦乱跑 整个手就乱了 所以各种多余的动作都不要做 只有这个两点一线 这是我们的方向 现在方向搞明白了之后 我们现在要说一下 我们手臂具体怎么进行一个能够持续的 放松的 速度又快 音量又大 这样的一个 又不会摇一下就酸的 这个良性循环的一个摇指 大家很多人可以摇 但是摇过不了一会儿就受不了了 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手从下沉的这个音 一定要下沉之后 再胳膊手臂打开 把这个音给撬动出去 等于说我们脱指出去的时候 是靠小臂先打开 翘出去的 好 那么翘出去之后呢 我们的手臂再下来 再进行下沉 下沉之后 注意是之后再打开 好 大家有一个误区容易 颈是什么原因啊 一下去就打开了 一出去就这样了 你这个动作没有问题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的是这个 你如果这里一下去 你这里翘起来 其实你根本没有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唯一的支点上进行一个依靠 比如说你整个手都是悬空的 非常累 非常累 真的很累 就这样 就你现在只是一个这样的动作 他下去了 他就起来了 一定要注意 他下去之后他不要起来 他下去之后他也是下去的 而且是他的重力拉着他 你必须下来 发现了吗 他主动带着他下来 这个之后 我们这个之后有一个具体的标杆在哪 这个之后是多久之后 这个音弹完之后 就是你这个声音你听到它出来了 这个披纸声音弹完之后 手臂再抬起来 再出去 明白了吗 现在是这样一个动作 先下 然后下沉之后再抬 再出去 再下 下沉之后 再抬 再出去 一定要注意 不能同时 同时你一点都起不到放松的状态 所以你觉得练了很久都练不好 就是因为你这个 没有找到一个最好的支点 所以这节课 我就是带大家把摇指的动作 从很细节的地方 知道它的手型 知道它的原理运动方向 知道它的运动 从哪发力 接下来就是知道 你的手臂应该跟指尖 怎么进行一个配合 现在大家应该知道了方向 所以现在是手腕 大家看不要乱动 如果手腕在中间 以稍微一拧 你就破坏了这个完美的角度 本来人家好好的 手腕非得在中间晃 你就 你看 其实光空的手腕 是根本摇不出来摇指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 把摇指跟手腕联系起来 这两个没什么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 手腕以后可能会有点扶住的关系 但是现在 它是没有用的 暂时没用的 它只要不僵 不压腕子 也不鼓起来 它处于一个中间平的一个状态 就好了 我们现在指 感觉就像没有手腕一样 只去管手臂和指尖 注意 它先下来 搜 披指弹完之后 胳膊腕再打开 再来出去 下来热动作 慢动作 现在抬 拖出去 下手臂 再下手 下来之后 弹完之后 再过去 一定要注意 我们所有的批和拖 都是正面出现 一定要正面 自己检查一下 好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继续进行一个摇指的更细的划分